最近山上天天下雨摸啥子屎 自己煮了一個禿烤箱 今天準備用這個禿烤箱 煮一個黃金脆皮豬蟲 不曉得小伙伴沒吃過沒 沒吃過的 去胸下看看今天給大家煮一半瘦 先把這個豬蟲給它蓋一盤花刀 先買這個胖還一點肥 醃來一半瘦 鍋中香料來一半瘦 就這個水的溫度 我們給它煮個幾分鐘 香料水給它倒到豬蟲後 醃一碗上 浸泡液的豬豆子 已經充分吸收了香料的味道 溫暖一下八十個半 我們再給它蒸點配菜 洋蔥和農蘿蔔青菜大地 再給它來半塊蒜 把我們的豬腳放上去 嗯 完美 放入火辣是很開心的一種神秘調料 放入烤箱 蓋上蓋子 放入燒好的炭開口 先用小火 慢慢先給它烤一半瘦 我們的烤箱成功燒爛了 感覺效果還不錯 切一半瘦 皮子都烤脆了 脆皮最正 這個肉小朋友們看到 糕得有點紅彩紅彩的 有點像本書 其實肉已經離譜了 我懷疑是烤的時候 絕把那個肉泡成紅顏色的 先吃一半瘦 這席子完全脆了 一碗 這道菜我煮一個俱中間 小伯伯自己在屋子弄的時候 用烤箱就得行 不要說我們大北酒店去修了一個烤箱 嘴巴還燒爛了 找不住找不住 一次性高香